女子20公里静走大满贯得主刘洪 本赛季创造世界纪录的世锦赛冠军杨家裕 奥运会亚军切阳十姐 以及东道主选手多哈世锦赛季军杨柳静 齐齐亮相西安奥体大道静走赛道 让今天的全运会争夺堪称世界级较量 早上8点 比赛在雨中发枪 杨家裕 切阳十姐和刘洪组成的第一集团 迅速从28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两公里过后 杨家裕就开始提速 独自领走大部队 他始终掌控着比赛的节奏 并且最终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终点 他以一小时27分14秒的成绩夺冠 成功未免 其实虽然说是全国比赛 但是也是世界级的 然后大家的能力都很强 然后挑战性也是很大的 其实弥补不了奥运会的遗憾 也算是在奥运会失利之后 也算是证明一下自己的一个 实力吧 青海名将切阳十姐 以17秒之差获得亚军 但是很多人都说你看 他们说可能你每次都拿第二 但是你连续这么多年 在一个点分的状态 可能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 他们说幸运 但我真的不想要这种幸运 我想要打破一下 但是很可惜 东京奥运会第三名刘洪 今天获得了第四名 没能在自己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上 登上领奖台 略显遗憾 因为现在从目前国内的一些选手来讲 大家实力都很强 因为我现在从奥运会比完之后 这一段时间就训练 并不是很系统 所以我自己也很清楚 自己的能力和边界在哪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全力以赴 不管结果如何吧 我就尽量就是让自己发挥一个好的状态 那从比赛的场面来看 大家都在跟我加油 所以很感动 真的是